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为止的大型性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颜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伟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对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咱俩在一起这么久 你给我画了无数张饼 却没有真正兑现一个承诺 这样的恋爱 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一段好的爱情 不该只是着眼于当下 更应该放眼于未来 你现在每天都浑浑噩噩的混日子 要么就是喝得烂醉如泥 还总是做一夜暴富的白日梦 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 在这段爱情中 我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 我真的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胡22岁来自山东 待业有请 小陈22岁来自天津 时序力师有请 欢迎两位 这么年轻绿考考过了吗 还没有 正在备考 一边工作一边考试 那就是助理现在 对对对 这个是校友还是什么 不是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比较不一样一点 我们听听不一样 我们两个是在电影院认识的 平常我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比较累 然后就选择自己一个人 去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 也属于心情特别不好吧 然后当时呢 还特别的流行 单人座位的 就是去赌一把 旁边到底是男生呢 还是女生呢 这种 然后他就买在了我的旁边 还带了一些小零食 分享给我吃 最后观影结束的时候 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我本来不是很喜欢 这种认识的方式的 但是吃人嘴短 男人手软嘛 我就同意地加了微信 那后期呢 微信上他总跟我说话 总跟我说话 我觉得这个男生 怎么这么烦呢 对他也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后来啊 总是天气转凉啊 告诉我多穿衣服呀 就是很贴心地 会嘱咐我一些 生活当中的事情 慢慢地比较打动我 我俩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多久了 在一起有一年了 这一年处下来 肯定处出很多问题对吧 对 然后就到这儿了 谁来说说问题呢 他这个人吧 特别地爱画大饼 就是我俩一开始 还没有在一起 追我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画大饼了 说以后在一起了之后呀 对我摆一摆顺 要什么给买什么这种 但是在一起了之后 我发现这就是骗我的 承诺我的一些 去那种网红的餐厅打卡呀 还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 还有那个男朋友 亲手缝制的包包呀这种 他从来都没有给我兑现过 我目前已经失业了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你在乎这么多细节做什么 那能算是我在意细节吗 是你从来都不注重细节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这都过去了很多个季节了 我都没有喝到 难不成我一年四季 我就给你买四杯奶茶吗 平常奶茶你又不喝了吗 平常的奶茶 跟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 特定的那能一样吗 能够理解 就是女生希望 你既然答应我 有形式感的东西 你没有做到 对 所以它的重点是 你没有做到 而不是说 一定要那杯奶茶 对 是的 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为啥不做到 目前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所以就是怎么说的 工作不稳定 没有收入 本身就是家庭不怎么富裕 感觉没有买的必要 那你当时答应人家干吗 怎么说呢 就是想着以后再给他卖吧 那你就别说了嘛 所以不轻诺嘛 对吧 你也别信诺 你老信诺干吗 一信诺自己就受伤 行 这听明白了 他没有信手承诺 对 我就是很相信他 但还都是他主动向我承诺的 我没有去刻意地 逼着他做一些事情 就像我在抖音给他分享 我想去厦门某个电视剧的打卡基地 我比较喜欢那种悬疑类的电视剧 可以 特别喜欢 我想让他陪着我去 都过去半年了 他还一直都没有带我去 我小姐妹跟他男朋友都已经去过了 他一点要带我去的样都没有 刚才我不就已经说了吗 我目前没有工作你知道吗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我怎么带你去厦门 等一下 你怎么穷恨穷恨呢 这受不了 就光这个事太隐以为豪着了 我觉得他下面 我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吧 其实我都知道他是这个答案 我就想听他自己说出来 是 目前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去厦门碰巧 正好接到那个面试的通知 对不对 我这不就放弃了一个机会 你懂不懂 你都说了是假如了 这都大半年过去了 你投的那些简历 都已经石沉大海 杳无音信了 你在这儿跟我提什么假如 是 我知道 你再等等不行吗 对不对 你还要我等多久 你自己没有工作能力 也就算了 干嘛跟我许诺更大的饼呢 你还答应我以后 在天津给我买车买房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 你能办到呢 我给你这个承诺 不就想让你知道 我对你的真心 想跟你在一起不是吗 我跟我爸妈也说了 他们愿意给我交这个首付 让我自己偿还贷款 我不就想让你高兴一下吗 对不对 你想让我高兴一下 那你的所作所为 每一次去连约会 都带我去吃路边摊 你怎么能让我开心 你跟我说 你喜欢吃这些路边摊的 我才带你去的不是吗 不然我会带你去吗 你还一脸不高兴 就算我再喜欢吃 那咱们也不能 每次出去约会 都吃这些吧 还好我们出去的 次数比较少 不然我都能给这些东西吃吐了 想咱这事就不说了吧 好不好 这么一说就觉得 好像女生老 纠在所谓的这个物质上 不放男生 对吧 她还有什么你要吐槽的 你看不上的吗 就是从来不带我去下馆子 唯一的一次去 还是去见她的父母 就是你没完了是吧 行 说见父母 最后还要她父母去买单 我就很不理解这件事情 我不是失业吗 没意见 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爸妈心疼我这个儿子怎么了 有问题吗 是 你爸妈心疼你这个儿子 我勉强理解吧 那你总是套路我干什么呢 我俩约好了 一起去那个网红火锅店打卡 走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吃街 明明路都不顺 他非要去那转一圈 然后说这个烤冷面挺香的 咱们来一份吧 最后还是吃烤冷面 路过路边摊 是你站着不动的好吧 怎么能找我呢 咱俩碰巧都饿了 你说闻着好香对不对 我才给你去买的 买的烤冷面 买的炸串等等 谁知道我买多了不是吗 买多了咱不能浪费 我问你吃饱了吗 你说吃饱了 我就感觉我也饱了 我感觉没有去火锅店的意思了 对 你吃饱了 那能不吃饱吗 不是 你怎么老说吃的事啊 你家里缺那口吃的吗 我不缺那口吃的 从上海开始就说 你为什么不请我吃这 你为什么不请我吃的 但是我俩在一起 平常的互动在一起的事 也就是吃点东西 那你请他吃呀 谁规定谈恋爱 一定要男的请女的吃啊 你说我想吃火锅 走咱俩吃火锅去 去冷面我不去 我今天就吃火锅了 你请客不就完了吗 我不是说 他请不请我吃这件事 那你要表达什么呢 是他很有套路 他就是把我 不是 你都知道他有套路 你自己跳出来不就完了吗 我也是后知后觉才知道的 才后知后觉 那就别再说了呀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啊 说这事不觉得 给你同事听到你特丢脸吗 你还没完没了的说 姑娘 还有别的事吗 那咱就不说他吃东西这件事了 对对对 千万别说了 咱就说说他送礼物这件事吧 他送礼物也特别的奇葩 别人都送什么 口红啊 包包啊 他送什么呢 他给我一张卡卷 上面写着某某大盘女包 某某汽车一辆 某某房产一套 就是这些纸上的饼越化越大 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不给我兑现 我没有钱 我买不起 就感觉 我不是刚失业吗 是 别人送礼物的方式 太千篇一律了你知道吗 过节日什么的 他来找我换吗 我可以给他去买 毕竟现在确实是没有经济能力 所以我只能说 以这个方式送给他 以后只让他来找我换 那你可以不送啊 那没有办法 毕竟别人过节什么的 都送礼物嘛 可是别人都有工作 确实你没工作呀 是 是 你看 对 终于他说 那这样吧 你既然兑换 那你选一样吧 我的想 也不能太为难人家吧 车呀 房呀 那肯定是买不了的 那我就兑换个包包吧 我就拿那个卡卷 跟他兑换 他说行 宝贝 那咱们生日的时候 我送你这个包行吧 我就满怀期待的 终于盼到了我生日那天 他确实抱着一个 特别精美的那种礼盒 我当时可开心可开心了 我都就是脑子里过了 很多很多样子 包包的样子 都搭配好衣服了 但是打开那个包装盒的时候 就特别地让我无语 他送我的是什么呢 他送我的是山东大包 就是俗话讲 山东的大馒头 他还用红糖 网上刻上那个 某品牌的logo 让我特别特别地无语 包啊 那不是包吗 对不对 我就是以这种创意的方式 送给你 毕竟我买不起那些 什么高端的品牌 我自己发面 还发了一个多小时呢 我不就是想着 给你过一个 比较难忘生日吗 我这又能吃 还有创意 还好玩 你买个蛋糕 你吃不了一天 你撇了 我这个馒头 你还能吃好几天的 不是吗 是能吃好几天 就那么大个馒头 我们两个人吃 就是榨菜 硬生生吃了三天 都没吃完 那生日过得 能不难忘吗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你明明知道你男朋友 没有兑现能力 为什么还要去兑现 那他总不送我礼物 我也不开心 你觉得他是个骗子 还是你是个傻子 还是当骗子遇上了傻子 进入到循环里头了 你如果指责他是骗子 你就一定是傻子 这是你自己愿意相信 可能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他能改 那你到底多久没有工作了呢 我半年吧 半年没有工作 可以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做 为什么不去做呢 是因为手部受伤嘛 就是一般公司他不用了 手部受什么伤啊 就是手筋断了 为啥呀 就是去做兼职嘛 也是为了多赚点钱 然后上夜班 然后就把手筋给砍断了 就半年丧失劳动能力 对 你不知道他半年丧失劳动能力啊 你不知道他手筋断了 我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这件事 你还做这些腰干嘛呢 提这件事呢 我就更生气了 这半年以来 我们两个出去约会 吃饭 看电影 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买单 我只是想让他陪着我 我俩的娱乐项目 也就是吃吃饭 像这些花销 都是我来承担的 这些也就算了 特别过分的是 我俩现在住在一起的房租 也要我来承担 我就特别地生气 我现在目前没有钱 是不是 我就想让你帮帮我 等我以后有了钱 我还你不行吗 情侣之间 不就应该互帮互助吗 你也知道情侣之间是互帮互助呀 对 那么现在都是我在扶持你呢 好吗 你半年来什么工作都不干 一直都是我在扶持你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找一个工作 你什么时候能 有稳定的工资 来共同承担 分担一下咱们俩家庭支出 那你考虑过跟他分手吗 也有考虑过 分过吗 没有分 那为什么不分 这么看不上 就是一次次被骗 但是我相信他能改 好 那今天来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就是 您听着也都是他的错误 对吧 我不知道谁的错 我们先不论谁的错 好吗 我们说事好吗 没有办法来界定是谁的错 那他还总是怪我 去跟他的父母告状 没错 咱俩见面三个月 我就带你去见我父母了 对不对 我们爸妈挺喜欢你 你呢 动不动就跟我爸妈告状 那你怎么不反思一下 是你自己做的不好呢 不是 你跟他爸妈告什么状 就是一些这些平常的小事 积累得多了 压抑在我心里的东西太多了 我没有地方去倾诉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走呢 就是一段恋爱谈得不开心 不愉快 不好选错了 你走啊 我也想走呀 但是我自己感觉 他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人 他的毛病就是 每次一分手吵架了 就去喝酒 刚才不是说没分过手吗 也算是闹别扭吧 都没分成的那种 行 您说 每次一生气吵架了 然后他就整日整日地酗酒 酗酒也就算了 他酒品还特别地不好 跑到楼下 就跪在地上 疯狂地抽自己的耳光 以这种方式来祈求我的原谅 我一个是觉得他丢人 一个是确实看他这样对自己 也挺心疼的 然后还加上他父母 每次都向着我这边来说话 就这样还坚持着跟他在一起 我心情不好我喝点酒 我平常舅子爱喝酒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不是 你连钱都没有 你喝什么酒啊 你有什么资格喝酒啊 就是心情不好 毕竟那时候我俩都分手了 行 接着说 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样的 生气吵架喝酒也就算了 平常你少喝了吗 喝得少一点吧 你就疯狂地夺命连环靠 不管我在干什么 你一定要把这个电话打通为止 你喝多一点吧 你又开始跟我玩失联 我都是还得从你的朋友 给我发微信 发来你喝完酒出丑的视频 发来你当时 跟你朋友喝酒的地方的定位 我还要去捡你 你自己喝完了之后 在那抱着酒吧的桌子腿哭 要么就对着马路边的电线杆子 在那跳舞 我去了之后跟酒吧老板道歉 跟你的朋友说不好意思 你不觉得丢人 我还觉得丢人呢 我朋友叫我去喝点酒 他们四五杯下去了 我一杯还没喝完呢 我有面子吗 工作都不好好工作 还面子呢 什么面子啊 咱不说这烂事了吗 现在手好了吗 手现在勉强能活动 未来有规划吗 未来有规划 说说吧 我就是想能给他一个 比较安心 你未来的规划 你给他一个 我未来的规划 就是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车有房 您找了一个什么男朋友 您告诉我 我其实自己都有一点 不知道喜欢他 不是他在受伤之前这样吗 我一开始是觉得他给我画的美好的蓝图 我很向往 但是就是接触了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这么能画大饼 而且摆烙的人 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又纠缠不开的这种 不是我知道这个段 你什么样的伤你能告诉我吗 刮那个买烙的那个皮 就是拿刀子嘛 划了一刀 对啊 接上以后没问题啊 就是手筋断了嘛 很多人大筋断了 武生演员 舞蹈演员 翻一跟头就断了 断了以后接完之后还可以 只是不能做高难度动作 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呀 是 我听不下去你知道吗 就完全我受伤了 我就这样 我一女朋友我就赖着 我父母我就赖着 我的人生就这样了 我就这样了 这半年谁养着他 就是我靠着我这点 刚毕业的这点微薄的工资 还有他的那一点补偿金 在勉强地支撑着生活 承认还是不承认 承认 花人间钱对吧 是 没错 那这姑娘现在能不能走 可以 可以啊 走啊 其实吧 我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见过家长了嘛 我对她的父母 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以后 至少婆媳关系这一块 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着相信 她能做出改变 能够变得 我们俩的感情能够 没有这么多的裂痕 姑娘 你能不能 换一个男朋友 如果她还是这样不改的话 我真的要考虑要换一个 不是 你今天来目的是干啥呀 就让我们跟一个 对生活全无希望 愿意躺平在那儿 摆烂在那儿的人说什么呢 那是她的人生 她愿意那样 她去烂啊 她好拉 不是 你不觉得 如果你父母在看节目的话 你父母会替你哭吗 这就是你的人生吗 不是啊 那你说说你的人生啊 我是打算以后打算去创业嘛 创什么业 先从做一些小生意嘛 做什么小生意 开个水果店呢 或者开个小生意 为什么现在不开 目前没有钱 什么时候有钱 打算去找朋友借一下 就是你永远在打算的路上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要问的 你们看看应该帮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把没钱没工作爱喝酒 当作自己好吃懒做混吃等死的借口 你说这样的男人 你喜欢她的什么 你喜欢她给你花大饼是吗 我就是对别人特别的理性 到她这里就完全就崩塌了 你以为这是爱情是吗 你最起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你应该清清楚楚知道 自己的人生未来目标在哪里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选择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一二三条理非常清晰的呀 你为什么到她这儿就这样 因为你缺爱 从来没有男人给过你一丁点的关怀 所以当一个男人在电影院 跟你分享一大吃的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的天哪 这就是天使 当一个男人给你发一条短信说 天冷注意多穿衣服 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 这就是真爱 我们缺爱的时候 不应该要强求从别人那里获得爱 当一个人真的匮乏到缺爱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先好好自己爱自己 你只有自己懂得爱自己之后 你才能明白 我该从别人那里怎么样得到爱 我该怎么样去爱别人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你眼中的这种的爱情的标准和模式 全部都是照搬 别人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我的女朋友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 那我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非要去打卡所有的网红店呢 你是到底要去打卡 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在家里边天天待着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是爱吗 你不是喜欢吗 你去打卡那些店有用吗 没有用 你明明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副样子 他怎么可能给你未来 不是他给你花大饼 是你自己给自己花大饼 为什么听到后面就没有办法听下去生气呀 如果你自己不认清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就这么甘愿养一个男人的话 你的人生就死这样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女生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她算是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 没时间去接触其他的异性 没有人追你吗 有人追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专注于学习 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 你爸妈相爱吗 非常相爱 你爸妈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谁主外谁主内 爸爸主外妈妈主内 对你照顾的也不错是吧 对 就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啊 对于你们的现状 我就在想为什么你看起来 什么都不差的一个女生 会和这样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很差的男生 卷在一起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 看到他在那跪着打自己耳光很心疼 你要换成我们正常人 会看得很害怕 赶紧跑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勇气 去和一个如此 把自己的人生放在 这么让人觉得不想接近 不愿意努力 你为什么愿意卷进去 因为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缺 他缺了 我觉得你缺太多东西了 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任何波澜 你在找刺激 你在寻求你二十多年 被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一种波澜 不经平淡生活当中的刺激 但是好奇害死猫啊 你好奇这样的百烂的人生 你没见过这样不好好学习 工人还走神把自己手机弄断 然后躺倒在别人的身上 还自己觉得没关系啊 我就这样啊 然后不切实际的幻想 让我们都觉得可笑 你在找刺激伤害你自己 你现在都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 但我告诉你 你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他身上的消极的能量 一定会影响你的 男生该说你啥呢 为什么要把自己日子过成这样 有手有脚去赚钱啊 无论是跑外卖还是去做什么样的体力活 你怎么有脸在家 当你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积蓄 够开你的水果摊你再去开啊 咱活得有点人味 有点人性 有点正常感 谢谢 你说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你要一定要到那个网红火锅店去打卡 你就要确认说 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是被你们不断满足的 是被你们重视的 可一次一次就失望了 每当你失望的时候 每当你开始怀疑这种感觉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出现了 父母很重视你哦 父母会跟你说好话呀 父母会说他们的儿子不行哦 一软一硬 你就被套路套得很深 你说你父母对你很好是吧 对 他们听你的吗 不听我的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属于是 对 那这件事之前 其他事你听父母的吗 会听 百依百顺 算是吧 算是吧 所以你需要做主楼 需要拿一件事情来确认 我现在是独立的了 我现在是有眼光的人 你们得听我的了 所以你拿这件事情 你在这段关系里 始终感觉自己是强势的那一方 是还是不是 因为你什么都比他强啊 对吗 因为自己本身都比较有正义感 想要扶他一把 帮他一把这种 你不是想帮他 你是想证明自己 我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是强势的 你反复在确认自己 在这段关系中 你是有权利的 所以啊 你就被深深地套住了 不是别人技巧怎么高明 而是你自己 沉迷自己的那个世界 男生啊 你说耗面子是不是 但是你却把自己 我没有工作 摆在嘴上 你耗什么面子 你还说想创业 想挣好多的钱 拜托 你千万不要创业啊 你啃老就罢了 你还啃他 他 马上就会离开你 你的父母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但是他们经不起那么啃 千万不要创业 你有腿吗 有 松松外卖可以吧 脚踏实地的正等钱可以吧 你能不能自己走出来 不要依附于别人 他随时可以离开你的 好吗 就这样吧 我后来想到了一部小说 叫套中人 两个套中人 这两个人是 为什么 对于外部世界 对于未来世界 充满了恐惧感 当你们两个人选择 坐在电影院的时候 去接触自己身边的那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敢去接触 真正的新鲜的和外部的那些人和事 你走得出来吗 你敢往前走吗 你所有的什么创业 什么答应你赚钱 都是假的 你根本一步都不敢走出来 今天就算你的手没有受伤 你也一步不敢走出来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你今年22岁 学法律的 我认识太多学法律的人 哪个人没谈过恋爱 你说啊太忙了 所以身边没有人 怎么可能 你现在做助理律师 律所里面没有男生吗 没有别的助理律师吗 有的 怎么可能 有的 有的是 所以你根本不敢去接触他们 你们都活在自己的套中 到最后无知的人最勇敢 你们是被 彼此之间那些 对于外部世界的恐惧 所吸引到一起 结果就形成了连接和支撑 是啊 你可能学历不高 你可能也什么也不会 你可能除了酗酒之外 喝酒之外 你也找不到朋友 只有喝了酒之后 你才感觉这个世界 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否则你什么都怕 什么都不敢往外 去伸手去尝试 但事实的本质是 你早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 人或者事 可以带给你驱动力 连他都不行 你以为你能驱动他 不行 驱动不了 你唯一能带给他的驱动力 我整个故事我听下来 唯一让我略微心弦触动了一下 你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哪句吗 你说你发面发了一个小时 就那句话是唯一让我心弦触动一下 我在想 哦 那件事情对他来说还是有点意义的 结果你一个棍子又把他打死了 你别说 就你做那个山东大包 用那个红糖敲上去那东西 你拿出来卖 说不定还真能挣点钱 我跟你讲 你其实是有脑 你不是没有脑 就光你想这边 哪怕你网上抄的 问题就在于什么东西驱动你 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 就不要跟他说这种承诺呀 什么未来给你好 都不要想这个东西 你就不愿意 就一个人还可以堂堂正正的 站在外面让别人高看你一眼吗 你如果能够 还能够点燃第一点点 今天我跟你说这几句话 你再想一想 至于你 我跟你讲 你和他之间的那个支撑 只是你对于外部世界的恐惧 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抓的救命稻草而已 但你不是 并不是一个 只能待在自己后中的人 你是可以走出去的 是什么不能让你走出去 很简单 你的家庭对你的保护太好了 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解决了 以至于你对于一点点的风险 以至于你对外面的人际关系的 一点点的有可能的挫败感 一点点的评价 你都完全接受不了 你怎么做律师 甚至于你面对于一些无赖行为 你变成了软弱 你没有战斗力呀 所以到最后都很简单 从套里面走出来 想办法点燃自己 想办法照亮自己的前路 也许你们两个人还有的救 就这样 今天我们说的都跟爱情无关 我们只是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奋力向上的 好好活着 而不是给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 情绪上的大波动 就是真的不愿意见到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这样的男人 你说我不想说什么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可以骗自己 你骗不了生活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是刚才像导师所说的 他们就一语癫症梦中人 我觉得可能 你就是自己躺在一滩烂泥里 不愿意起来 我去拽你 反倒沾我一身烂泥 所以这段感情 我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其实就是想 我接受那些 导师说过的话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其实这真是录得沉重 难受死 刹大老师 不想预测 就他俩爱出不出吧 女生肯定不出了 男生 他这个样子 我没有办法预测 女不出 男出 生不出 好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挺好的 至少男生从今天开始 会重新去想想该怎么做嘛 该如何生活嘛 好了 祝每一个年轻人都健康地成长 只有当我们对生活满怀希望的时候 我们才会拥有幸福的生活 躺在那里 幸福是不会来的 祝所有的人都快乐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对我的爱 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 当初追我时的殷勤付出 到现在全都变成了任性和矫情 我喜欢黏你 是爱你的体现 但你却认为我是累赘 和你在一起 我越来越没有恋爱的感觉了 我已经努力在融入你的朋友圈了 是你的闺蜜 总挑拨我们的关系 而你却还站在她的一边 里外不分 你在生活中散漫也就算了 面对我们的感情 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如果你不是真心地和我在一起 我们也没必要继续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22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 小黄22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 欢迎两位 你怎么一脸不高兴啊 跟女朋友出来 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挺大的矛盾的 然后想今天上这来咱们调解一下的 是想调解不是来分手啊 我不是想分手 你呢 我得看调解结果呀 如果调解的不好那就只分手了呀 你的意思还把压力都给他们四个了是吧 你们要那么好我们可就分手了 你们看着办是这意思吧 不是不是这意思没有 来说说吧两个人什么时候好的怎么好着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追着他 我一开始特别殷勤给他买水又买饭 你追我的时候挺殷勤的 说在一起之后然后每天能给我做饭 然后每天都对我好 那后来我才知道主持人 他不是每天给我做饭 他甚至连菜刀呀菜板什么的他都分不清 他压根都不会做饭 都是从外卖或者是从便利店买来 二次加工的 不是我给他送饭 我不管是不是自己做的 我付出了精力付出了钱付出了时间 然后怎么现在就变成我的错了 而且我当时就没跟你承诺 我会做饭啊 我就说的是我以后给你做饭 那我现学可以吗 不是你不会做饭 你为什么要说你会做饭呀 你这不是给我画饼吗 你这不是骗我的吗 我没说而且我也给你说过呀 你会做饭吗 我也不会 那你挑剔人家会不会做饭干嘛 不是可是他给我承诺了 你家里开饭店的 你要取一厨子是吗 不是他承诺他给我做饭了 你这不是挑剔吗 而且我给他做个饭 对主人我跟您说 是他要学一个技能 他要学做饭 他学的怎么煮泡面 煮泡面咋了 那也需要技术 不是那用学吗呢 那不就把泡面放开了 一泡不就行吗 煮泡面是个技能啊 我以前还不会用电磁炉了呢 我为了给你煮泡面 我还学会用电磁炉了呢 那电磁炉我也会用呀 我也会煮泡面 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咱这个泡面咱就过行不行 男生是不是想表达说 你一开始追求我的时候 你就倾诺我了 你欺骗了我 是这意思吧 对 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饭 结果通过了解我发现 你连饭都不会做 怎么可能给我做一辈子 是这意思吗 对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还有就是他刚跟我 在一起的时候 他说承诺给我足够的 个人空间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 趁我想着睡觉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就把我手机拿过去了 然后在那儿 没完没了地翻我手机 这样的话 你不光是没给我个人空间 你这都切换我个人隐私了 不是情侣之间 有什么不能看的吗 你不给我看 就是说明你心里有鬼呗 我心里哪有鬼啊 我可以给你看手机 但前提是 你不应该 在跟我说一声的情况下 你再把我手机拿过去看吗 你别这样偷偷拿走看呀 你给我的时候 都已经山干净了 指不定跟谁都 对吧 聊过联系过了 那你抖音还关注一堆 女网红呢 那我就是他给我 推送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点开 我就看了看 然后我顺手就点了个赞 点了个关注什么的 我也没有意识 我有的时候看到那种 好看的视频 然后看到漂亮的女网红 我也会给你推过去 咱们一起分享 这不更能证明 我心里没鬼吗 你看他还给我分享 他还让我看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看 你还给我分享 那你不喜欢看 我哪知道你不喜欢看呀 你又没跟我直说 再说了 我给你看那些东西 不证明我心里没鬼 我才给你看了吗 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吗 这还需要直说是吗 我男朋友给我 推送那种女网红 然后我会爱看什么 所以说我看你手机 你天天关注这些 谁知道你有没有 跟他们聊天 那行 这事人天不说 那别不说呀 他没理了 他在这 不是 这事 沙大老师 关注过男网红吗 长得帅的 我真没关注过 没时间 不是 你关注过 屈威老师吧 对 对 关注过 关注过 那当然关注过 我想说 这个事为什么要说清楚 你关注你 有吗 没有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来 手机拿出来 咱现在开始 没问题 把那小号打开 我就关注沙大呀 颜柳红啊 其实生活里面 尤其像这么大的小朋友 那关注一下漂亮的女生 我觉得也很正常 那我觉得我看她手机 也没啥问题 不 我们先不把手机这事 先把这个 能不能看这件事 说清楚嘛 我是想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都是正常的 躲着反而不正常 你躲过吗 删过吗 没有 没有 那就行了嘛 行 这事我们弄清 你往下说 她跟我出去 七天 她得六天都跟我粘在一起 她要不跟我粘在一起 就感觉人要不行了一样 然后有一次 我们两个人去人民公园 然后我肠位就是不太好 然后我要去上一下卫生间 可能时间稍微长了一样 她就给我发了几十条的微信 狂轰乱炸我 然后就是让我赶紧出来 这个我就特别地受不了 我说咱们两个人出去玩 已经在一起了 有什么事不能等我上完厕所 咱们出来说呢 非得就是这个形式吗 不是 她把你掉到毛壳里 想救你啊 不是 她一上厕所 她上四十分钟 正常嘛 而且你让我一个人 大夏天三十多度地 站在外面四十分钟 你觉得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还是每次吗 那一次时间很长 那就是一次嘛 我确实是肠位不好 有什么事咱们出来说可以啊 为什么非要就是 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一个劲地给我打下电话 你要是觉得四十多天你热 你找一个阶段在那边待一会儿 你给我发一条消息 告诉我你在哪儿了 然后我出来找你不就完了吗 那那么长时间 那肯定你不止上厕所 不知道干嘛 对吧 再说了你肠位不好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她一天吃三根冰果 然后我管她 然后她还不听我 我小时候一天还吃七八根呢 我也没啥事了 那所以说你现在这样 好好好 她都说我那么多了 该我说说 你还说呢 我凭什么 你不怕她走吗 凭什么我不能说 她又不忙我也不忙 不忙好吧 你说你说你说 今天也是我想来的嘛 她总骗我 她觉得好像是开玩笑 其实根本就不是 今天早晨打车下车的时候 我手机找不到 我问她我手机呢 然后她告诉我 她没看见 然后我就拿她的手机 给司机打电话 然后找了很长时间之后 她告诉我手机在她那儿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非得这样 那你直接把手机给我不就完了 我呢其实不是骗你 我那哪是骗你啊 主持人你是不知道她 我肯定不知道 她每天呀就是丢三落四的 每天都得我给她想着 我给她想着拿这个拿那个 这一次我就把它拿着了 首先保证东西咱先别丢 然后我让她自己去找一找那个东西 她找不着她知道着急了 那下次她不就自己长记性了吗 不是 我是这个意思 那你上回让我吃瓜子 她说你来吃个瓜子 然后说我给你剥好的 结果一下就把瓜子皮塞我嘴里了 这也算是让我长记性 长啥记性啊 还有上回就是 你拿那个藕粉你漆好了 然后你把我脸上抹 我以为是鼻涕呢 她说你脸上有鼻涕 哭一下那个抹下来了 然后往自己嘴里塞 然后我把它吃了 当时给我恶性坏了都 这也是让我长记性是吗 这都是你干出来的事 这个是我看晚上搞要视频 我觉得挺好玩的 那两个人之间平时 老吵架什么的 我是不挑戒一下气氛吗 你觉得好笑吗 我觉得还行嘛 我觉得 行 你是肯定觉得不好笑是吧 对 当然不好笑 捉弄我当时给我恶心坏 我还化妆呢 你是真觉得有意思是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行 明白了 接着说 那我一天好心情都被你毁了 你一天好心情都被我毁了 那咱们两个人出去玩 然后在大街上 你就在那会儿跳那些搞笑的舞蹈 那旁人都是怎么看咱们眼光啊 谁在大街上跳 他在大街上跳 你能给我们跳一个吗 我不是 就是那些模仿 模仿网红 你给模仿一下 我模仿不了 那大街上都模仿了 不是 你也知道丢人 你也知道丢人 你为什么在大街上跳呢 那我在那儿模仿那些东西 我就是当时想模仿我快乐怎么了 你快乐你就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了吗 那路过的旁人都斜眼看你 都嘲笑你 那什么意思 你跟我在一块儿 你就觉得 因为我天天你被嘲笑呗 我没觉得因为你有被嘲笑 你做那些行为让咱俩被嘲笑呀 行 那你觉得不正常的 你接受不了 那我给他发消息 平时比如说拍被日常啊 或者是我吃饭没吃饭 我告诉他 他都不回我 那我怎么回你 他一发消息 就给我发十几条 二十几条 然后一些消息都是说 他什么 今天又吃什么了 然后又看到什么好玩的事了 然后拍个朵云也给我发过来 然后路上遇见什么小猫小狗 也给我发过来 就是一些无聊的琐事 他还要求我每一条都得 就是兢兢业业地回复你 然后还不能回一些 比较敷衍的东西 甚至你还得保证 我每条都看到 我也有自己的学习 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我不能保证 每条都回复你呀 那我觉得这谈恋爱 就应该很正常啊 他每天打电话 从晚上六点钟 然后能打到凌晨六点钟 一打就打一个对时 我天天我也没法睡觉 然后他要求我早上早起再陪他 我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真的身体到现在 都有点受饱了 而且主持人你说 他二十多岁的人了 每天睡觉之前 必须得听我给他讲故事 不讲故事 他说他睡不着 那你说我是找了个对象呀 还是我找了个女儿啊 不是你跟我又不在身边 让我睡不着吗 我让他给我讲故事咋了 就是一个生活中的 一个小仪式感嘛 咱们两个人就是普通人 你又不是公主 你这样的话 你给我增添了多少的雷瑞 你给我增添了多少的负担呀 那你觉得我每天仪式感 要求的还过分 那你节日的时候 给我一些仪式感也行 也没有啊 情人节让你送一朵花 你都不给我买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事 平时呢 卖花是一个钱一束的玫瑰花 他到情人节 他找我要十五块钱 你说 有那个十五块钱 我请他出去吃个包冰 或者吃点什么 就是高档的银品什么 不都行吗 那非得要那束玫瑰花 再说了 我也不是不给你买这些东西 我情人节 你说你想要玫瑰花 然后我给你想说 咱们就是买一个巧克力吧 虽然说可能比玫瑰花更贵 但是他至少这个东西 他能吃到肚子里 那就是能化为自己的 就是身体的养分对不对 花上那百两千 他就卸了 你没有用啊 那是你想的 可是我就想要啊 这个有对错吗 就是他不给我买 这不是没有对错吗 他最后也没给我买啊 为什么没给你买 后来你就说你不要了嘛 我那不是生气吗 我不让你哄哄我嘛 这就是矫情你知道吗 一说到矫情 就是他每一次出去玩 我问他去哪玩 他说 不是说他要吐槽吗 怎么他又吐回来了呢 那你接着出去玩怎么 每次出去玩 然后去哪玩 他就说 去哪玩都行 听你的吧 然后真听我的之后 他就一天都搭了这个脸 特别特别不高兴 陪我去玩 然后在我旁边也不理我 也不跟我说这些 说那些的 然后我就说 既然你说了都行 让我选 让我选完了 这你又不高兴 那你就直说 你要去哪玩啊 那你从我 这一天穿什么 你就不能推理出来 我想去哪 那我穿裤子 我肯定就想 跟你在户外玩 我要是穿裙子 肯定就想 跟你在室内玩 穿牛仔裤是去哪玩 马场 穿牛仔裤 是去逛街 穿运动裤呢 是去跑步呀 或者是去公园这种 然后穿裙子呢 是在室内约会 比如说去 做点手工啊 或者是 吃饭啊 之类的 我觉得 好 那你应该 写一个穿衣 和去向指南给他 他就不会错了 就是 给我写个指南也行啊 你说我 我是一个学生 我又不是福尔摩斯 我怎么通过你一天 这些个穿着考究啊 什么的这些 我推了出来 你去哪玩呢 你直接跟我说 不就完了吗 不是 你稍微地推理一下 稍微用点心 你就能发现的知情 你为什么非得 要我告诉你呢 告诉你还有啥意义呢 怎么就没意义了 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 你想去哪玩 我不都能带你去了吗 上回你和你兄弟 一块出去玩 你让我陪你兄弟 都能看出来 我不高兴 你看不出来是吗 不是 怎么看出来 不高兴的呀 我们两个人 在那打台球 想让你在我旁边 陪我们两个人 玩一会儿台球 都不行 他说的那种陪就是 我在那儿四五个小时 然后坐在那儿 一直看他们俩打 这叫陪是吗 那怎么就不叫陪了呢 那我当上回 跟我兄弟出去玩 然后他女朋友 也坐在那儿 陪我们俩打了 四五个小时台球 那女朋友 也一句话没说呀 不是 那为什么不能 你打你的台球 他干他的事呢 我就想 那打完台球之后 然后我跟我兄弟 吃完饭 然后我们俩人 就逛逛街什么的 对 那你就 等你的事都安排完 你们俩再去逛街 约个时间逛街 不就完 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又一定要 逆户在一起 对呀 你刚才不是说的 你还什么 非得让我陪你 这不我兄弟 之前他对象 所以是面子 对吧 并不是陪伴 这不也是陪着他了吗 那是我陪你好吧 而且我什么都没干 我就在那儿坐着一直 你可以玩玩手机啊 什么的 我除了玩手机 我啥也干不了 而且台球厅里面 有那种烟味 我也受不了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问问问题吧 你当时为什么要追他呀 我觉得他长帅 他是我高中同学的 一个朋友吧 当时我们一堆人 一起出去玩 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就追他了 那现在呢 看久了也就那样 对呀 所以现在跟他在一起 是为什么呢 就是相处久了嘛 有感情了 我听你们俩相处的好乏味啊 而且你们俩都好像兴趣爱好 什么都不在一个点上 很奇怪 那为什么还能坚持呢 因为毕竟不合 但是我们也没有互相的 就是指责呀 就你们俩都还能将就对吧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干嘛 调节是吧 对 调什么 调一下我们两个人之间 这些有矛盾 什么矛盾 你们俩的啥矛盾 你能总结一下吗 我觉得他呢 就是凭说点太作了 太矫情了 然后呢 我觉得他就比较偏向于 理想主义一点 然后想法是什么的 天马行空的 然后我觉得我就比较偏向于 平平淡淡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平淡淡的姑娘呢 因为他一开始以为我是 对呀 那发现错误就赶紧分手 可是我现在也为了他 改变了很多呀 而且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 还有个矛盾 就是他挺干涉我交友的嘛 什么叫干涉你交友 他就总觉得我闺蜜 总劝我们两个分手 然后他总觉得 我闺蜜是狗图军师 他一吵架他就大发雷霆 我就是想让他稍微冷静一下 冷静完之后 我们两个人在 就是摊开这个事实 然后我们再讲一讲道理什么的 他可倒好 他一吵架 他就找他那个闺蜜 要不然就是打电话 要不然就是出去逛街 一逛街 他闺蜜就给他灌输一些 就是说啊 这个男人不行 这个男人就是 哪哪都坏透了 然后对我进行一些人身攻击 然后就窜到他跟我分手 就是我们两个人 其实之间80%的矛盾 都是来自于他的闺蜜 小事无限地放大 大事更是无限地放大 不是我闺蜜 他肯定向着我说话 他就劝咱俩分手啊 他就是那种 什么都说的性格 我想知道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当时我觉得他 当时是因为喜欢嘛 现在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嘛 现在就磨合得差不多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也相处 快两年了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就更多的是 一份责任感嘛 不是你才抬了两年 就靠责任感撑了 我觉得谈恋爱 就是踏踏实实地 称现在我对他 也没有失望到那种程度 所以希望能够 咱们调节一下 然后不是调节什么 玩儿玩儿不到一起 吃吃不到一起 现在已经在 审美审美不到一起 要干嘛 我觉得现在已经尽力地 在磨合 但是 所以你们俩今天不该来这儿啊 你看你们俩 在这个问题上 是一致的 上台这么久 前所未有的一致 是来自于这儿 你们分开吧 男孩说不 我是有责任感的 男孩说不可能 我们两年了 磨合得这么难 我们怎么能分开呢 那你们来这儿干嘛呢 那只能说是舍不得吧 行吧 你们俩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我的规划 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希望能考研究生 然后和他一起 绿椎油 然后我们在天津 安家之类的 我就是想以后毕了业 然后找一份安静的工作 然后每天上下班 就是回家能看见 然后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孩子 然后围在桌子那边 吃一顿饭 我觉得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老婆是谁 你看她都不坚定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两个舍不得分开 但是我们俩又矛盾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其实说白了是 让我们分开吧 真的好痛 但是不让我们分开 又觉得那么别扭 你跟他相处别扭吗 其实都不能算是别扭了 我跟他相处 现在反正就是觉得 挺难受的 在一起 别扭 分开 又痛 怎么办 你们来帮忙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俩就是什么呢 一个自封的王子 然后一个自封的公主 相遇了 相遇之后呢 打着是相爱的旗号 然后谈着恋爱 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 完全没有爱 你们就是互相看上了 彼此的颜值 然后喜欢和好感 就在一起了 实际上哪有爱啊 能看得到一定点的爱吗 没有啊 爱对方是 我要从你的角度出发 为你考虑 可你们两个人 哪件事情是从 对方的角度出发 为对方考虑的呢 请问一下 所以这样还谈什么恋爱啊 什么责任感趋势 然后什么舍不得 没有那些 你们两个人现在 再继续在一起彼此折磨 就是在浪费彼此的青春和生命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真的要分开两三个月 好好地沉淀一下 不要再这样彼此地折磨了 而且你们之间 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矛盾 因为这些根本 不是因为矛盾而起 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爱 甚至不懂爱而起 谢谢 其实你们俩在核心的东西上 是很像的 就生活习惯和生活细节 一点都不一样的两个人 能不能在一起相守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相守 就是如果我们如此地 对待生活的状态不同 可以相守 但前提是 两个已经很成熟的独立的人 然后懂得欣赏和包容 你们可以对号入座 我不去评价你们之间有没有爱 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 在你们现在的状态 谈不到什么爱与不爱 我所强调的是 你们两个是不是够独立成熟的人 以及可以欣赏对方的不同 并且包容接纳的人 如果是 就可以继续磨合 如果不是 就不要相互折磨 我为什么说又很像啊 你们的内在对情感的 或者是亲密关系的需求 都是需要紧密的 需要关注的 既需要别人关注自己 也要关注他 你们认为两个人谈恋爱 就应该是这样 很紧密 所以在很多细节上 你们没有办法磨合 比如说女生说睡觉讲故事 睡觉需要别人给你讲故事吗 无论是故事机还是一个人 一个成年人都不需要这些 你如果没有他 你可以自己睡得很好 但你一到了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就退化到说 我们俩就得这么紧密 为什么睡觉不在一起 为什么你能够自己放下手机就睡了 不可以 我们其实不需要这样的紧密的 你们想要生活的愉快 就是多一点自己自由的空间 把关注度 从情感和两个人 每天在一起的状态当中 剥离出来 去干一点别的事 你就能分辨 对这个人我究竟是喜不喜欢 能不能和他相守了 两个不同 又天天紧密在一起的人 那不得就你们现在状态吗 都不舒服 都很尴尬 都很别扭又分不开 所以把注意力拿掉很多 去关注其他的事情 你们之间的何去何从 我觉得就会变得很自然 就是两个人都太懒了 什么事都不愿意做 关注彼此 这个事太简单了嘛 没有成本的 反正我也跟他谈恋爱了 反正跟他好两年了 就这么磨叽在一起 每天还有一个人跟我吵架 每天还有一个人不懂我的心 每天还要一个人去猜我 每天还会嫌弃一个人 对自己有关注 太浅薄了 你们去多做一些别的事情 关注一下未来的人生 你们就会发现这段感情 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没有那么重要 慢慢成长吧 我希望你们能真的 不要只谈恋爱 一周什么六七天在一起 要干啥 谢谢 我感觉你们俩在模仿 模仿一些听上去看过的 那种美好的那种情感 女生我相信你一定开始 不是要骗她 你应该想去学做饭 你应该想去给对方散发一种 你对她的好 但是可惜呀 你没能够坚持下去 你学了一些简单的 遇到困难麻烦就放弃了 你们的情感没有那么深 你想要说我一穿什么样的衣服 你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是一种真正有感情基础的 情侣甚至夫妻才能达到的一个境界 你不行啊 你想要的是一种默契 但你们其实真正没有 我也能理解男生藏女生的 这个手机的举动 我也藏过我老婆的手机 为什么 她老是丢三辣四十几年前 连丢了三部手机 我好生气啊 所以说我 哎 你这次找不着吧 我就给你藏起来 但是我会很快地就还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不到她焦急的样子 因为我有一份心疼 你去搞笑 可能是想增加一下 你们之间的互动的一种状态 可惜太尴尬了 你找不着那个点 就是你对她不够了解 你不知道哪些是 她觉得哇 好好意思 然后跟你一起玩的 那种互动的那种感觉 找不到 你们彼此都找不到 恋爱不能去学 恋爱要用心去感受 自然然出的感觉 做的事情比你们 非得要去强迫对方 做到那种形式感 仪式感 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所以好好想想 怎么谈恋爱吧 就这样 你觉得你自己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 优点是真诚 你优点不是真诚 你优点就是活得很开心 就是跑外面 愿意大厅广众跳舞 每天简单一点不好 就是 不是 你不要老听这种鸡汤 都不对 你的优点就是你活得很开心 你觉得跑到外面去跳舞 跳那个东西特别棒 特别好 这是你的优点 你不要听它的 你把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都能找出乐趣来 那是你的优点 那是你的天性 谈恋爱谈到压抑天性 还谈什么呢 这哪是磨合 一个人磨合 把自己优点磨掉 磨合是生活习惯上面 吵架模式上面 等等等等 有一些不契合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它契合一点 并不是压抑自己的天性 然后把自己的天性里面 好的那部分 给它摘出去 就好像 他今天吐槽你的所有事情 他觉得都不好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看这就是找错人 你知道吗 就你的观点 换一个人 他也觉得你很好 但到我这儿 我就觉得你真的太死板了 每天那么拘束干什么呢 我跟你讲 就你们两个人 对于生活的理解不同 你认为生活是日常的循环 你认为生活是瞬间的感受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你们两个人 生活的环境都不同 所以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会相爱 磨合失败 那就要重新上路 生活毕竟是要过得愉快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他们不会感受生活 所有的东西 因为在家庭里面 得来的全是即时满足 所以没有感受 没有感受就没有同理心 没有同理心 很多东西 他就不知道要干嘛 而付出就更不要说了 人际交往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一课 叫付出课 并不是叫接受课 我接纳你多少东西 我怎么去付出 让你感受到对等 你想啊 你拿什么偿还一个 天天给你讲故事的男人 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的 你觉得那个是 抹一个那个东西 抹完之后 你咔吃了很开心 他都吐了 那可能有些女生的 第一反应是 呕吐 你怎么会这样 然后你说 亲爱的 这是一个偶粉 然后那个女孩 会特别开心 觉得你好幽默 拿起那个偶粉 磨你一脸 然后去吃 有没有那样女的孩 一定有 你们没有啊 所以你们的恋爱 谈得很累啊 你们琢磨琢磨 你们是在恋爱吗 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 快两年了嘛 我觉得吧 老师说得挺对的 咱们两个人 共情能力都很差 而且都不够成熟 咱们俩都需要 好好地改一改 把那些伤害彼此的行为 都尽量地规避一下 我觉得这样子俩 才有可能走下去吧 确实咱们两个人 已经认识了两年了 但是呢 这两年里 你也经常是粘着我 然后也是 也算是透支 我的一些身体状况吧 反正也是 我也是挺难受的 然后我也希望 你能够改一改 你的这些个 天马星空的想法 能够踏踏实实地 咱们两个人 好好地走下去 要是不这样的话 我觉得咱俩 也可能 为什么是改呢 为什么不能是欣赏吗 你们琢磨琢磨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结果吧 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出来 双出 但这不是我希望的 你希望的是 都不出来 好 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 双不出 我认为肯定双出 我赞严老师 双不出 我们来看看 人家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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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他们愿意再去打磨 我觉得是个好事 也许他们经过了 今天的节目 他们脱胎换骨了 然后他们有一段 美好的爱情 那就祝他们幸福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再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